台湾东海岸盛产玉石众所皆知 但您是否晓得西海岸同时蕴藏丰富的玉石 西海岸挖掘到的玉石原则上比较古朴 色泽丰富而且外层部分有钙画皮 彭老师的玉石收藏金雕渐渐生动 结合书画分享给有缘的知音者 这次展览主题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玉石、书法及水墨画 而玉石部分共展出了约四百件作品 有原石、饰品、小花剑、巧雕、雕刻及大雕件 策划这个展览呢 玉石部分呢要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呢一般的话 假如是要剪玉石 没有施工的话就没有收获 然后假如是说风平浪静的话 那个去海边的话呢 就比较难有收获 曾经在永安渔港施工挖海堤的时候 即使是否海浪较大 彭老师还是连续花了两碗捡玉石 由于当时玉石收获不错 所以他继续剪 只因玉石是可玉不可求的 这一件作品呢 早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台风天 剪没有很满意的作品 接近中午快要回家的时候呢 在水里面刚好看到 好像有一团黑黑的东西啊 在水面上 就弯一下腰气 一抓起这一颗玉石的时候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这一件作品呢 刚好它这个叫木绿色 就一想到说这一件作品呢 刚好可以雕一只大螃蟹 彭老师手上的作品 名为《一网情深》 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他捡到玉石后有了概念 就请雕刻师傅 雕了一只大螃蟹 在最前端是鱼网 而两侧就各设计了一只虾子 如何分辨玉石 一般的石头呢 敲出来的声音 是比较粗糙的声音 那玉石的部分呢 这个两颗玉石对碰 很清脆的声音 有没有 玉石本身对碰 就是玻璃弹珠的声音 众多玉石作品 玉石的种类 可以分为碧玉 玉水 洞玉 化石玉等 每当捡到玉石时 都是激发彭老师 无限的创意概念 在经由雕刻师傅的 专业雕工后 呈现的竟是栩栩如生 美不生收的玉石 而好玉石表面没有瑕疵 如有较多裂痕 就不太适合做雕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期受赵明老师启蒙 之后像田玉清老师 王北岳教授 杜忠告教授 诸位大师拜师学习 像是透过芭蕾 让彭老师领悟 书法的重要元素 运笔轻重快慢 提暗的节奏 让他对书艺造诣增进许多 现场也展出不少书法和水墨画 我们主要推广 因为这个西岸玉石很稀有 我们希望透过媒体这些 介绍给机关团体学校 像昨天就有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认识 那是我们未来的主人工 黄老师透过展览 与有缘人分享 二十几年的玉石收藏 以及简实的乐趣 借由书画 更展现他生活的乐趣与品味 让参观者有视觉上的享受 未来 不论以李市长的身份 透过台湾西海岸玉石协会 或是个人 都希望能继续推广玉石的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